这是童男 秦桓猛地瞪大了眼睛 指着远处那高高大大 比起他还高的童男 说是 说是神尊式女子 不如找几个洁身字号 干干净净的童男几天 以后这就是他的人了 说好的童男 这都大男人了 更可怕的是 秦桓在里面瞧见了个熟悉的面孔 顾勺光走在中间 不少幸存的姑娘瞧见他 这等快要国破家王的时候 都红了脸 此刻皇帝已经领着众人 站在祭坛边 三个男人站在身后 这是三根红神 这三根红神乃是当年 从神尊化身身上得来的 用他无意中滴落的血液浸泡 有通神之能 神尊乃是天地之主 在神界孤寂又寂寥 你们的任务便是成为神尊的男人 好好释放神尊吧 这几千年来 咱们鸡鸭牛羊全部都供奉过 但收效慎微 如今更是爆发了地洞 你们三个是男林中的佼佼者 这三根红绳 你们记在身上 若是上天艰难了你们 亦或是你们与神尊有缘 这红绳便会记在你们手腕上 且终生不会脱落 但若是你们冒犯了神尊 亦或是不得上天接纳 这红绳便会直接消散于天地间 你们三人对神尊表明心意吧 这世间虽然少有人将自己献给神尊 但却是有的 只不过天道存在某种制约 不允许罢了 直接都到不了神尊跟前 今日南陵和东城出了大事 死伤数以万计 天道有一丝的松懈 你们三人能不能成 便看各自造化吧 南陵掌门人看着三人 眼神在顾韶光身上停留了一瞬 我愿归顺神尊 生是神尊之人 死是神尊之魂 状元却是副师一手 大大的称赞了神尊 秦桓耳边仿佛被炸开了一半 这些话竟然真的到了他的耳边 秦桓抬头朝着天际看去 天道真的没发现 有人给他送男人了吗 此刻 我来了 皇帝看了他一眼 扯人太不解风情 神尊会选他才怪 顾韶光垂着毛子 只觉得心肩跳得厉害 他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几乎让他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想起昨日那揪心的一幕 顾韶光的心中痛得发抖 好在紧握着拳头才控制住自己 三人手中握着红绳 纷纷往自己的手腕寄去 身后状元男 眉宇间带着几分笑意 只是这笑意还未到达眼底便凝固了 他手中的红绳突然消失了